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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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年的童年印记,他就镜头回望 不管走到哪儿,从小时候这些无忧无虑的,很开心的,特别的日子 五十年后再相逢,何处是故乡? 完全都变样了,以前的什么都没有 我生于1966年5月份,同年10月份是父母到贵阳,现在我在北京,父亲按照他的说法是山东人,母亲是安徽人 黄小帅,中国独立电影先锋导演 凭借其独特的个人视角,在多年的电影创作中,形成独树一致的影片风格 2005年,电影青红首次把三线建设带入观众视野 最后的《我十一》,闯入者电影的拍摄,形成了独具风格的三线三部曲 这些电影的拍摄,多分王小帅早年的三线生活,有多紧密关系 其中电影《我十一》,更是王小帅童年经历的缩影 三线这个整体来说,大家可能听到的少 所以流传的故事并不多,好像就这么一个事 但是呢,就像这种事的平淡性里面 其实蕴藏的也是很大的一种社会和历史的这种激励在里面 它是一个漫长的,一种慢慢的在你的心里沉浸一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其实在一点一点产生了改变你的这个命运 多年来,每当被问起故乡是哪里的时候 王小帅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因为自从离开贵阳之后 他不知道自己的故乡究竟是在哪里 我就没方向了 所以没方向了,算哪了呢 我就找不着了 1966年,王小帅在上海工学仪器厂设计部工作的母亲邓美慈 接到支援三线建设到贵阳的同志 当时父亲王家居在上海戏剧学院当老师 王小帅出生四个月 我们都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对不对 包括工人都没话说了 我们这些大学毕业知识分子都国家培养出来 你不搞你的专业,不听话 那好像是不太可能的 我们的部门都走了,我正好住院了 肺炎,这个大科学 哎呦呗,就叫医院里头结果加倍的用药啊 让我赶快这个肺炎,赶快吸收好 好了,就能跟他们走 没想到这样的一种思想 三线建设是我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十三个省自治区 进行的一场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 王小帅的父母就是在那个时候 随着大批人员从上海工学仪器厂来到了贵阳 但是当时对贵阳到底怎么样 也不是有预先有什么想法 知道吧 但当年也都知道 那个时候就贵阳是天无三日清,地无三十平 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厂的宿舍都没照好 我们的房子都说是分配的分配 搬哪个房间里,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在签着去的,在旅馆里头 大概住路有两个多礼拜 然后房子算安排好了 就搬进去 1966年,出生四个月的王小帅 跟随父母从上海来到贵阳乌当区新天寨 从那时候起 这里就住着一群从上海来的人们 他们在那里工作 有着自己的生活圈子 五十年过去 原来的新天寨已经被不断涌起的高楼大厦改变着面貌 曾经作为国家重要军工企业的新天光学仪器厂 隐藏在这些现代化建筑中间 显得那么沉寂 当年,这个专门为潜水艇制造前望境的军工企业 从上海工学仪器厂精选了大批业务骨干 以家庭为单位搬迁到这里 王小帅和伙伴们就是在这里慢慢长大 那个时候说上海话非常有优越感 觉得自己好像和本地的不太一样 和我们玩的地方就多 一般的就是在山上 像刚才他们讲的打弹弓 斗鸡啊 然后玩输输球啊 这么一个小嘎吵 就自己的天气就在这个小嘎吵里面 所以就印象很深 他们曾经是最老好的四个小伙伴 王小帅和他们在三线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 直到他十三岁离开贵阳 我们应该是这么说 是从小认识 发小 我应该是 他是66年 我是67年的出生的 在贵阳出生 然后呢 我们从幼儿园小学 到他初一的时候 到了武汉回北京 激动激动激动 喝酒 激动在一起都要高兴得要死 然后好多年 差不多找到他的三线 整整三线 相当于新冒场合最早一 最核心 树鸟 总部 会重新养的 标志性的建筑 高年纪在这跟着他做早朝 高年纪在这 这是王小帅和小伙伴在贵阳 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 那一年 王小帅十三岁 因为父母无所调动 他将要离开贵阳 前往武汉生活 我就是不好意思 就觉得逃兵一样的 节外兄弟四个人 逃掉一个人 然后很不愿意 其实我那时候表现出的 这个是非常不愿意的 是很抗拒的 觉得这个地方 就好像天下就是这儿了 就觉得离开一个地方 是永远不可能再回来 当年的学校早已经改变了模样 但是多年前拍照的立志楼 经过岁月的洗礼 依然矗立在那里 那这块拍 全班也是 全班在这块 然后我们四个人在这块 他们赌就赌 这个赌就赌 四个人 四个人在站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来来来来 按照那个位置 我在哪 你在第一个 你在第一个这样 对不对吗 这样搭着嘛 是不是这样 对我是这样 对吧 你是这样的 你是这样 你是这样 插着腰 插着腰 然后你笑 插着腰 这样笑 这样笑 你是这样 全部来吗 你是这样 你得把表现的形容 表现的把老头 插着腰 老头这样 修了 给你搭着前面是吧 不行了 看眼光 视眼镜 看眼光 看眼光 好嘞 在王小帅心里 离开贵阳 离开小伙伴的真正意义是 童年结束了 后来 杜伟军随父母回到上海 在一家公司做管理工作 户口档案依然留在贵阳 曾明随父母回到深圳 在某街道办事处上班 只有樊文力留在了贵阳 在疾控中心工作 1997年 四个小伙伴重新联系上 那时候 他们都已是儿立之年 虽然都各自回到了父母居住的城市 但在一起聊得最多的还是贵阳 那个属于自己的 曾经叫家的地方 故乡在哪 贵阳 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从小在故乡长大的 我说一说 对故乡特别有深刻的感情 我以为我是广东人 我主机是广东 回去人家说 你这广东话都不会讲 你哪是广东 后面就是我在这块以后 心里想 我不是广东人 我是贵阳人 我就干脆就回到我贵阳去 因为贵阳有我最深刻的印象 所以那个感情是不一样的 所以出去以后呢 每个人从出去以后 接触到这个外面社会的时候 背后都有一个 我们是从一个特殊地方来的 经历了一个特殊的经历 三线人的经历 然后想要融进这个社会 有的时候想要忘掉自己三线人的背景 完全融进去 但是融进去 突然碰到一个三线人出来了 哎呀你也是三线人 马上那个情感 有一下静了 那就有一个好像秘密的 一个电波可以通到一块了 那这个情感是确实是很特殊 就因为这些东西 所以我想我们这些 回过头来 你不管走到哪了 哎呀总想了 想了小时候这些 特别纯的 特别无忧无虑的 很开心的 特别的日子 1966年 上海光学仪器厂 内千尺贵阳 建立新天光学仪器厂 历经50年合并重组 成为今日的 新天光业科技有限公司 而王小帅对三线最深的印象 跟父亲有着紧密的关系 好像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我在想 那个时候我爸爸 不是有排了一出话剧的演出在场里 我在琢磨就是这 应该就是这 因为楼梯嘛 这个楼梯我印象很深 这个当年就是 不是 我爸没事干嘛 然后到场里 场里来弄这个 弄了一个话剧 然后厂工会啊什么的 都特别支持 自己写剧本 然后 然后把场里那些文艺的 喜欢哒哒闹闹的文艺的 全部弄过来 就排这个话剧 下班以后自己排 排练时就在这楼上 就在这楼上 当一个排练厅 我印象中挺宽的嘛 挺大一地方 排的叫广阔天地 哎呀 那人多的呀 就是 就是 这边全是人 就挤满了 王小帅的父亲 王家俊 是上海戏曲学院 表演导演戏碧铁的 跟表演艺术家焦黄 杨再宝是同学 直到现在 王小帅也无法把这几张剧照 和自己对父亲的印象 合并在一起 只有每次看到这样的照片 才能更加真实地确定 父亲曾经属于舞台 1966年 是王小帅父亲命运的 五分解线 家庭生活 或者对父亲和母亲的 那个 那个观念里面 有一些还是耿耿于怀的 东西 就是 一直在 就是伴随着这么多年内 我们家庭的变化 就是可能 我父亲的这个特殊性 造成的 就是他的反差是最大的 就是我母亲多少 因为他们说起来还是 我说大学毕业 学的这行 学的军工企业 那么随着国家的这个政策 需要要求我 就我要发挥我学到的东西 来报效祖国 那时候说 那时候 王小帅的父亲 是光学仪器厂 唯一的一个文科生 暂时被分派到 厂里的油漆车间 刷油漆 后来他被调到屋会 一缘时间帮助厂里 拍演话剧 所有的记忆 都是 就是小嘛 觉得这个好高啊 那个时候 底下人那么多 你看现在也没那么高的感觉 看不见里面了 我记得就演了可能 一场 两场就停下来了 王小帅的父亲在场里排演的话剧 获得不错的感想 当时一路要到北京去演出 但后来因为各种原因 搁置没有成型 后来父亲被调到贵州省京剧团当导演 但是戏剧和戏剧之间的差异 让他难以适应 那个年代的 就是搞样板戏 搞样板戏 所以他的这个专业啊 没有怎么发挥出来 肯定不适应 但是他毕竟是回到了 这个这个 文艺战线队伍 经常我们一下 京剧的司空无法 因为他要在京剧 要长期待你做一个导演 你要知道京剧这一套城市 你比方说 他说这个 英雄人物上场 十几年没回家了 要到家的时候 那种内心的激动 看着那个香音 每个一寸土地树木 他是那种兴奋的高兴 你很激动的上来 后来我们演员就说 老师我该怎么上场呢 他说你就很激动的上啊 结果 这个地方还有一螺 没螺我们怎么亮相啊 这戏就搁那了 就上不去了 一个城市化表 和这个戏剧的那个要求 他不一样 在京剧团的近十年间 王小帅的父亲 没有导出过一部作品 而是把更多精力 都放在了孩子身上 起临省惠南县 黑龙江省江河四市 弘兰长哲 河北苍州 我的故乡在北京 到现在离开家乡有五个月了 整整十年了 三年半的时间 十三年的 算上大学的话 已经有六年了 故乡在我心里 应该是一个柔软的角落吧 美 青山绿水 热热碎 我觉得就是根拔 故乡的概念 应该说 当你出门在外的时候 除了父母以外 你首先应该想到的地方 父母是把所有的爱 好好保留地给了我 他们是最让我签华的人 父母做的饭菜了 家里每逢到了大年初三 大家都会挤到市面上去 很多菜高跳 第一次上北京 带着梦想 带着一些期望 父母给送上火车 转身离开的那一瞬间 当时特别真挺心酸的 想想老人的心思 我们这帮作人女儿 一辈子都常玩不清 我的故乡 我爱你 我的故乡 我爱你 我的故乡 我爱你 故乡的云 我们一起聆听 心灵深处的家园记忆 这种算写生吧 或者素贤应该说 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 我爹带我出去 这也是属于这种 就到乡下去啊 到野外去画啊 什么都有 其实不喜欢画 就是为了 其实是一种完成任务吧 你不画不可能啊 老爷子盯着呢 就这样 没办法 逼着我画 在家里 每天 反正 他只要在的时候 下课也好 你玩也好 你再玩得开心 他在屋里 把你的 把那个东西割好了 进屋啊 什么割好了 你就得 叫你回来画了 从外面正玩得开心呢 就 把你叫回来 很痛苦的 很痛苦的 那时候有不理解 那不理解 我觉得 在我印象中 就是我父亲好的一点 就是让我觉得 一直很感激他的一点 他就是 在我小的时候 我觉得 觉得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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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爷子 就 就很幸运 就是说 不像别的 就是普通的 所有的家长 百分之百 都是对他 打呀 骂呀 或者是什么 就 他不是 他不是 他就是 不打 他跟那孩子 既然要是 要聊天 要说服他 要讲道理 要有理由 你这么做 为什么这么做 唯一的就是 哎呀 你画画的时候 跟逼得特别紧 那就是 那就是好像 你的 他的全部的希望 和生计 未来的一切都压在这上面 爸爸 我为什么还要学画画 学会画画 就可以自己给自己上班了 一个人在屋子里 想画什么画什么 画完一闷 就可以养活自己 像 许悲鸿 然后他可能觉得 你千万别学他 最好不要碰这个舞台 和表演 或碰这个戏剧啊 这些事情 就别去碰 所以就只有画画 是一个人 铺一个宣纸 或者铺一个布 就可以画了 这是 这是最自由的一点 这些素描画的主角 都是王小帅的父亲 每周日 从金剧团回来 第一件事情 就是为王小帅当模特 天气好的时候 会带着儿子出去写生 王小帅觉得 只有在山间 在田铁 父亲 才是最放松 最自由的时候 我父亲来的时候 可以 加上画板 骑着车出去写生 就可以 骑上自行车 自行车 小的时候 任何一个孩子 最快速移动的东西 都是很高兴的 那个时候 能够骑上个自行车 能够骑出山了 那不就高兴 所以这个时候 是不是对父亲的 依赖 就会不一样了 从三十一岁 人生的最好年华 跟随妻子和儿子 来到桂亚 戏剧舞台 在王小帅的父亲身上 就已经名存十方了 唯一的一次曝光 是一九七九年 王小帅的父亲 受邀到武汉军区文工团 演出话剧 从此参军 他希望 以武汉为天地 重新回到舞台 但好景不长 就在他刚刚准备 开启生命的新篇章不久 一九八五年 武汉军区文工团被裁撤 不到五十岁 王小帅的父亲 提前退休 你说的这 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我的性格呢 又是属于大大咧咧的 也不会说那样的 体贴照顾他呀 或者干嘛 我也不会 他也不会说是后悔的话 我父亲一直并没有太多抱怨过 从我的角度看他呢 确实我说一个男人一辈子 就自己热爱戏剧 而且挺好 被老师和同学都也挺看好的 将来这个舞台上 能够发挥一些 那结果这么一下呢 就完全没了 而唯一让父亲未解的是 一九八几年 王小帅如他所愿 考驻中央美术学院辅助 但是也许是遗传了 父亲骨子里对戏剧 对舞台的热爱 从美院附中毕竟后 王小帅放弃了 报考中央美院 而是转考了 北京电影学院导演戏 父亲得知消息后 也只是一生常叹 但是从行动上表现出 对儿子所从事专业的 极度兴奋 它是那种夸张型的都是 你比如说你要写 写个作文 好 你作文会写 哎呀这个作文只需要一页 只不不给你一一打指 你写嘛 考上 好 你考上以后 现在最时髦的 你能不能听音乐啊什么的 就要给你买录音器什么的 就没有用的 没用 他就自己完全是那种 他跟现实没关系的 很多那个 你要去电影学院 那电影学院嘛 肯定是要拍照的 那我说导演 可能不需要拍照 不不不 既然是电影学院 那肯定就是要拍照的 所以我老师 其实我那个时候 去上副中和上电影学院 搞得我跟富二代 其实我们家最穷了 穷得一塌糊涂 随着王小帅 在电影学院导演戏学习 父子俩的隔阂 也逐渐产生 他两个他经常讲不到要去呢 代沟都出来了呢 有的时候假如吃个饭 或者过个年 就拎起快乐吃个饭 开始要讲了 开始要讲自己的事情的时候 确实他就竖着耳朵听 他不希望漏过一点点 在外面的信息 希望小帅 你在电影学院 现在这个潮流上的一些东西 你回来跟我说说啥 小帅一跟他不说 他心里就窝的话 你怎么不跟我讲讲 怎么怎么的 因为我总觉得 年轻人那个时候觉得 他们的观念落后 偏老旧 自己接触的新的东西 怎么聊呢 这个是有一些 他也对这个有点意见 王家居在这个最后 就是一辈子 他就等于说说 一个演这个 五十年以后 演这个青菜大城 这个戏 是吧 也算他这个演戏的 这个生涯的 一辈子有这么一个交代 秦差大臣 描写了一个顽固此地 与人打赌书的金光 正一筹莫展 从彼得堡途经 外省谋事 被误认为钦差大臣 在当地官僚中 引起恐慌 闹出许多笑话的故事 1959年 龙小帅的父亲 从上海戏剧学院 毕业的时候 和同学们 一起排演了 这出毕业大戏 但是 由于各种原因 没有演出 2010年 在老同学 焦黄的建议和组织下 王小帅的父亲 参演迟到了 50年的毕业大戏 他在剧中 试演一个 传播谣言的地主 虽没有集场戏 但是 互别舞台50年 王小帅的父亲 非常珍惜 这次短暂的机会 这也是王小帅 第一次看见父亲 出现在舞台上 在马上就要 正式演出的前夕 父亲病倒了 因为他听到他病倒了 赶快去 去的时候 把自己的身头都拔了 从医院里跑出来 大夫都找不到人了 把我先赶走 自己跑 跑回去 还得再排练 还要去演 每天白天在医院里 调整晚上去演 第一个摔跤 是剧本里要求 一吹门 大爷趁一门不小心 好 摔跤 第二次摔跤是真摔跤 他已经病到这样程度了嘛 后来就不准 不要摔跤了 导演说不要摔了 第一跤也不摔 另外一跤 他不是那个小剧主 跟他是一搭一搭吗 经常在边上 就等于扶着台的 再加上从这里 你们要是看到 他有时候 这个地方有个凳子 有个什么 他自己也就扶着撑垒 就这样的坚持演完 拖着病体 王小帅的父亲 完成了十场 钦差大臣的演出 演出结束两个月之后 父亲王家居 与北京病逝 你不相信 一切都会结束 你就觉得 这个永远是第九天长 就是 一个一辈子离开舞台 没有办法再去 好好演戏的这么一年 结果 就实际上 就死在了台上 这个我觉得 太让人觉得 这个说不出来的感受 我问过 说你怕不怕 因为告诉他 可能最后的结果 最坏的结果 你怕不怕 他不怕 后来见 王小帅 发现了一张小油画 名字叫 古老的伞 母亲说 这是他和父亲的 第一次约会 那天下着雨 他们打着伞 坐在长椅上 伞下的红点 是母亲辫子上的蝴蝶结 看到这幅保存完好的画 王小帅 好像瞬间理解了 父亲当年一无反顾 跟着母亲 来到三线的选择 我觉得像看父辈 经常看父辈 他们的爱情是 简而易见在那里的 其实整个工厂的人 然后 移过来 然后跟自己的 真正的故乡断裂了 跟自己的亲戚 朋友 父母都 都断开了 相反把每个家庭 每个成员之间的感情 倒是绑在一块 就是说那种传统的 他们的爱情 然后经过这样的一种变化 就更加就没法分开了 就你这个 这就变成除了爱情之外 还有很大的责任 父亲在三线 无事可做的时候 一直比更不出 几十年来 写了很多 跟三线有关的作品 王小帅做了导演之后 父亲曾试图 与他合作 但终会如愿 翻阅父亲 已经出版成册的文章 王小帅心里 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应该是10年的时候 算印出来了 印刷出来了 但这本书 他真是 应该是半辈子都在写它 就是从三十来岁吧 在贵阳萌生写第一篇 那个《玉米人》开始 后来我的印象中 就是他 没事就趴在桌上 就那么几篇 其实就那么几篇 反反复复地写 反反复复地改 都很短 然后那个 那稿纸就写了无数个 因为他特别讲究 就一个字 一个标点符号 一个标点符号 来回地改 然后我妈帮他抄 其实这里面有好多 都基于他在贵阳 就三线到贵阳 也在金剧团 这个一种体验吧 是有机会 因为在釜山电影节 要拍一个片子 然后我想 正好就里面 挑一个短的 就玉米人 就这里面一篇玉米人 也是很多年了 反反复复听他念和读 然后我说 把它改变出来 我觉得心里 也算是一个 也算是一个安慰吧 小三 咱担下去吧 不去 我都给点等了我妈回来 一个小青年 觉得自己要找个媳妇 说自己找一个玉米 我就跟他结婚 哪怕就是 哪怕就是一个秋天 一个春天 一个秋天 就结束这生命 短暂 但是我要自由 我要美好 所以现在听他这一切讲了 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三十几岁的 一个青壮年 离开了自己的专业 到这里来 有这份感受 所以我才觉得 这个还是 对来说 意义非常重大 我的故乡在哪里 曾经是王小帅和伙伴们 一路疑惑的问题 现在他的心里 似乎有了答案 你曾经在那里生活 曾经在那里有朋友 曾经在那儿有过深刻的记忆和感受 获得过温暖 那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你生活里必不可少的经验中的一些产品 那就可能就把它丢进成了故乡 是的 很多故乡的意味 只能在记忆里寻找 保存记忆 就是保存精神上的故乡 你可以通过记忆 回到故乡 无论你身在何时何地 天地飘过如想的云 回来的地步 回来的地步 放进天涯的游泼 回来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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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